不論是出差 旅行或是返鄉 大飛機對現代人而言是家常便飯 很多人擔心在飛機上 一不小心就會被傳染感冒 來聽聽民眾的預防方法 我試試吃一般的健康 有很多草莓 我吃了很多芝麻 從飲食提高抵抗力之外 專家也有秘密大公開 減少與病人接觸的次數 被感染的機率自然就降低 尤其在機上最常見的是飛沫傳染 研究人員也說 只有坐在病人前後各一排 和兩側的乘客 感染風險有達到八成以上 其他乘客感染機會不到3% 因此搭機時聽到機上有人咳嗽 不必太驚慌 如果他就坐在您身邊 也別擔心 醫師有妙方 搭機前預先選好靠窗位置 加上勤洗手戴口罩 就能安心享受健康的飛行之旅 打開新聞黃靜艇編譽 打開新聞黃靜艇編譽 炸製 請教導 幫助 打開文靜艇編譽 揭機前設 打開文靜艇編譽 在那邊 打開文靜艇編譽